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如果当时陆敬明没有主动找我 你也会引导我去找他的 对吗 还有上次游棋的生日 你也是故意不去的 林某 你怎么来了 杰森 你知道了 你还想知道什么 我可以都告诉你 对吧 引 him 你和何岳鸢他们 是什么时候交在一起的 还记得你的莫比推荐会吗 那是何越南第一次约我 但是 你临时约我去推荐会 我推了他 后来 在你深圳经理的 亲公会上 我们又见到面了 任宁保险 我之前是不是约过你啊 你就是BDI的苏总啊 对啊 这也太巧了吧 起初我们只有工作上的关系 后来互相摸清楚 对方的形式风格之后 他问我 对一个大项目 有没有兴趣的 那个大项目 就是特别情合 所以从一开始你就知道了 难怪 难怪陆敬明找何越南帮忙的时候 你一点都不介意 这件事情我支持你 毕竟他是你的前老板 你应该帮他 我当时还挺感动的 但其实都在你的计划里 如果当时陆敬明没有主动找我 你也会引导我去找他的 对吗 还有上次尤其的生日 你也是故意不去的 明天是尤其生日 我跟老何想给他庆了生 那我就不去捣乱了 你帮我跟尤其说成生日快乐啊 你怕我发现你们是一条船上的人